砍死他就不必了 打断他手脚就算了 你空着手怎么打断他手脚啊 起码要带根棍子啊 对象比我命还长 哎 瘦伯 吃饭了 吃饭了 哎呦 瘦伯 吃饭了 吃饭了 香港电影最辉煌的时期 曾涌现出许多大牌明星 像是功夫巨星李小龙 将士道长林郑英 习剧之王周星驰等人 他们不仅在当时掀起了一阵巨大潮流 而且时至今日也依旧为人津津乐道 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位演员 他不是明星大腕 也没有什么突出成就 却以凡人之能助力各路大咖走上的巨星之路 他就是陈龙 作为洪家班元老级人物之一 陈龙与洪金宝并称为洪家双胖 一生出演过百余部动作电影 是香港电影圈中名副其实的金牌绿叶 然而销声匿迹十七年的他金却突传噩耗 陈龙的人生有着怎样的故事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位黄金配角的电影之路 陈龙原名陈慧龙 1942年出生于香港 是著名武术指导陈慧一的哥哥 兄弟俩都是戏班出身 所以自小便练的一身好功夫 和当时大多数戏班生一样 学成之后的两人都选择进入了电影圈工作 不过不同的是 异地陈慧已由于性格原因 所从事的大部分都是幕后工作 而陈龙因为长相很有特点 因此得到了许多龙套角色的出演机会 别看陈龙身材圆滚滚的 但做起一些武打动作来是既漂亮又洒脱 像是翻跟头 耍花枪这些技术活都不在话下 所以陈龙在出道后就受到了武术指导 韩英杰的重视 韩英杰在七十年代的时候 就开始给李小龙做武术指导了 而且凭借自己的人脉关系 还给李小龙网罗了一大批优秀的龙虎武师 这其中就包括洪金宝 林郑英 陈龙等人 在韩英杰的领导下 陈龙跟随李小龙拍摄了多部电影 像是唐山大兄精武门龙争虎斗 在这些经典电影中我们都能看到陈龙的身影 如果能一直跟随李小龙拍戏 陈龙的成就或许不止于此 但可惜的是随着1973年李小龙意外去世 陈龙与他的合作也就此终止 如今我们再想看到两人的的身姿 也是只能通过遗留的光影残片了 李小龙逝世之后 原来跟随他的武术班底 在韩英杰的牵线之下 大大多数人加入了洪金宝的团队 而陈龙也在此时正式成为了洪家班的一员 当年他和洪金宝在外形上有些相似 都是那种长得虽胖 但看起来却有点憨厚可爱的人 所以他们也被戏称为洪家班的两胖 因为陈龙本身的身手不错 在荧幕前表现得也比较优异 加上洪金宝对手下的兄弟 也都是不遗余力的提拔 所以陈龙之后得到了许多演出的机会 1980年 在洪金宝自编自导的电影《鬼打鬼》中 陈龙就饰演了一个贪财害命的坏道士前真人 他收了谭老板的钱财 用尽花招要智张大胆于死地 如此无良又缺德 让观众们看得实在牙痒痒 之后陈龙又出演了多部同类型的灵幻僵尸片 像是人下人中的毛毛 人下鬼中的阿彪 施加重地中的道士 人神鬼中的健忘老人寿博等等 可以说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僵尸片中 陈龙可以说是最常见的配角演员了 仔细说起来 陈龙扮演的道士要比林郑英还早两年 不过或许是后进不足 九叔后来凭借僵尸先生一炮而红 不仅掀起了争拍僵尸片的热潮 而且也奠定了他僵尸道长的一个经典形象 在此类型的片子上 林郑英显然要比陈龙更加成功 陈龙的从影生涯中从未演过主角 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每一个配角上闪闪发光 虽然没有像陈龙李连杰那样的良好形象 但自身的特点也让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演风格 半愁搞怪 相比于那些仪表堂堂正义凛然的主角 这些搞怪的小角色反而更能给观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1991年的《赌侠二支上海滩赌胜》中 陈龙与周星驰就上演了一场精彩对决 陈龙饰演一身红衣的雷老虎 虽然电影中看似很厉害 但在打斗中总是透露出那么一丝喜感 最后更是被周星驰一招隔山打牛打翻在地 此外 陈龙在方世语中扮演的大宝一角 也让人印象深刻 源头源脑的形象加上红红的鼻子 老爷 给我个面子 给我给你面子 不用给我面子 憨厚老师 却又滑稽的表情 让人忍不住哄堂大笑 陈龙虽说出演过很多角色 但要说最经典最为观众们熟悉的 还要数六指情魔中的迟来大师了 虽说他在片中的戏份并不多 但他每一次出场都能吸引人的眼球 极具喜感的表演加上搞笑幽默的台词 迟来大师总是人群中最特别的一个 纵观陈龙的电影生涯 虽说一次都没有出演过主角 但他合作的演员哪一个不是明星大腕 不过后来随着香港电影的衰落 再加上陈龙年龄的增长 在2004年出演过动作片龙 1973以后 他就慢慢淡出了演艺圈 之后几乎很难再在媒体上再找到他的消息 直到2021年10月 外国导演Robert Samuels 发文透露中国香港电影演员陈龙去世 由此我们才知道这位老溪谷原来已经离开了人世 而且是在同年金牌配角吴梦达也永远的离开了 感叹老一辈香港艺人的接连去世 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怀念 只能通过这些留存的影片 最后希望那些离开的人能一路走好 健在的人要好好保重身体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 感谢观看